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梦幻西游大改总结 五宝林阵容滚蛋 普陀被谈 龙公加9999法商 万众主目的十月大改 昨日终于在测试区放出了 总的来说 每一次的大改 主要影响的就是游戏的PK 对于各种任务基本没有影响 175伏战指挥宇哥总结这一次的大改 总的来说就是五宝宙式普陀阵容将滚蛋 官方希望PK变得暴力起来 下面如风就和大家重点聊下几个调整比较大的门牌 一 龙公大招最多能增加9999法商 实现难度非常大 未来继续镇守下水道 龙公沧海乾隆经脉的大招被修改 使用乾隆在冤大招后 如果按照要求连续击倒四个单位的话 最多能够增加9999法商 持续倒战斗结束 要击倒的单位包括人物和宝宝 在PK当中系统会提前提示 老王在直播中测试了 加了9999法商龙公的效果 如果加上卡片和阵法加成的话 基本上可以一波清场 二 施陀领星经脉展翅 人物可以浮空 第三套狂怒斗兽经脉重做 领宝彻底重做 展翅旨在风天气有效果 与九天经脉在同一行 意义并不大 第三套经脉主打一个狂怒状态 像极了加强版星源 根据热心粉丝的测试图来看 比赛后期怒火等经脉叠满的话 输出伤害将会非常恐怖 此外 施陀领的领宝也彻底重做 变成了加强版的铃铛 对于一个输出门派来说 这样的领宝基本等于搞笑 三 咒师普陀被一刀砍翻 紧箍咒减少的愤怒 从六点变成三点 大招五行制化取消 四 铃波城轻宝宝能力大幅度增加 三眼经脉的大招减少冷却回合 新出的穿石经脉 让铃波城攻击召唤兽和孩子单位时 伤害提高30% 铃波城将成为宝宝杀手 五 花果山新经脉同样增加了轻宝宝能力 不过和荡膜经脉在同一行 六 神木林蔓延经脉微调 总的来说 这个门派依然是175法系一个 七 魔王新家的吹牛经脉 居然自带自我陶醉功能 策划真的是脑洞大开 八 武装的飘三风主要针对难度任务 对于PK来说完全没用 九 天机城的黄金眼甲很酷 但是等到他达成所有眼甲状态之后 PK可能都已经结束了 十 东海渊增加了神器 归归在109继续无敌 继续遥遥领先 其他门派的调整花里胡哨 对于PK尤其是175PK基本毫无影响 在这里就不坠说了 另外这一次的调整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四级法宝 那就是经不换 可以大幅度降低来自召唤兽的伤害 兄弟们 对于这一次的门派大改 你怎么看 明天啊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